各位正在准备HSK五级考试的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韩美老师。 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汉语中重要的语法结构和句式。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是尖语句、连动句和主谓谓语句。 一、尖语句,是由尖语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。 例如,在老师要求我们多做练习这个句子里,要求我们多做练习就是一个尖语短语。 我们既是要求的兵语,又是多做练习的主语。 这个尖语短语在句子里做谓语。 尖语句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。 一、含有尖语成分。 尖语成分可以不止一个。 二、尖语一般由名词或者代词充当。 例如,请他进来。 感谢你帮了我。 有人找你中,他、你、人同时兼作宾语和主语是句子里的尖语成分。 二、尖语前的动词一般是表示使令、要求意义的动词。 坚与前后的动词所表示的动作之间存在着因果或目的关系。 例如,派小王出差中,派是小王出差的原因。 劝他回家中,劝的目的是他回家。 常见的有使令、要求意义的动词有使、叫、让、请、派、劝、命令、禁止、吩咐、请求、号召、催。 动词有也可以出现在监语剧中。 例如,他有个妹妹是画家。 我们接着来看看联动句。 二、联动句。 联动句的位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动词构成, 在动词之间没有停顿,也没有关联词语。 两个动词有一个共同的主语。 例如,大家排队上车,这个句子中,排队和上车都是主语大家发出的动作。 联动句的位语也可以是动词和形容词连用, 或者是形容词和动词连用。 例如,他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,他急着出门等。 从意义上来看,联动句的两个动词短语之间的关系是视理上或者时间上的先后关系。 例如,他站起来去开门,我用筷子吃饭等。 下面,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联动句主要有哪些类型。 一,第一种类型是表示先后或者连续发生的两个动作或情况。 后一个动作或者情况发生的时候,前一个动作已经结束了。 例如,他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,这个句子中很高兴这个情况发生时,听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了。 这种类型的联动句的第一个动词后边,常常有结果补语,著词了或者过。 二,第二种类型是后一个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,是前一个动词表示的动作的目的。 例如,我去商店买东西,这个句子中,买东西是去商店的目的。 三,第三种类型是前一个动词是后一个动词表示的动作的方式。 例如,我用筷子吃饭,这个句子中,用筷子是吃饭的方式。 四,第四种类型是前一个动词短语表示肯定的意思。 后一个动词短语表示否定的意思,但是两个短语表示的意思一样。 只不过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明同一个事实。 例如,他坐在那里不动这个句子中,坐在那里和不动,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来描述了主语的同一种状态。 通过以上四种类型的联动句的介绍,我们可以知道,联动句中的两个动词短语的位置是有先后关系的,是不能互换的。 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。 在监语句中一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,联动句中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。 那这两种句子怎么区别开呢? 监语句和联动句的区别主要是,监语句中的几个动词跟不同的主语发生联系。 例如,老板让我加班这个句子中,让的主语是老板,加班的主语是我。 监语句中的第一个动作处于支配地位,支配其他动作。 联动句中的几个动词都是跟同一个主语发生联系,语义重点是后一个动词。 例如,我用筷子吃饭,这个句子中,用筷子和吃饭的主语都是我。 用筷子是吃饭这个动作的方式,语义重点是吃饭。 三,主谓谓语句。 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句子,这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子。 全句的竹语是大竹语,主谓短语里的竹语是小竹语。 例如,夏天天气很热,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马上讨论,等。 在夏天天气很热这个句子中,夏天是整个句子的竹语,天气是主谓短语天气很热的竹语。 天气很热,这个主谓短语在整个句子中做谓语。 主谓谓语句的谓语主要是书名或者描写主语的, 所以主谓谓语句是一种用于书名或者描写的句子。 根据大竹语和小竹语是诗试还是寿试,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, 我们可以把主谓谓语句主要分成以下几种。 一,大竹语是寿试,小竹语是诗试。 全句的语义关系是寿试、诗试、动作。 例如,我做的饭他都吃了,这个句子中,大竹语我做的饭是寿试, 小竹语他是诗试,动作是吃。 二,大竹语是诗试,小竹语是寿试。 全句的语义关系是诗试、寿试、动作。 例如,他饭都没吃,这个句子中,大竹语是他,是诗试, 小竹语饭是寿试,吃是谓语动词。 三,大竹语和小竹语有零属关系。 小竹语或者是大竹语所表示的事物的一部分, 例如,他脸红红的,或者是大竹语所表示的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特性, 如年龄、性格、态度、心理状态、试样、颜色等。 例如,他心情不好。 以上,我们了解了间语句、联动句和主位位语句的结构特点。 类型和要注意的问题。 这对我们接下来要学习书写部分的三种题型非常有帮助。 总之,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门HSK奖链的强化课程。 如果大家觉得比较有帮助的话, 请大家关注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社交平台。 让我们一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吧。 因为学习可以改变生活, 学习是生活的一部分, 是人生的一部分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